我們拍攝之前有一兩個月去排戲 我們真的坐下來去讀劇本 我記得蘇第一天唯讀 他拿了這麼大的 字典那麼厚 哪有啊?誇張了 有啊?誇張了 是黑色的 什麼來的呢? 那些快佬來的 是電腦啊 哦 那麼多劇 你記得嗎? 那本東西不是我的 對不起呀蘇 那是Jane拿的 還有一次證明蘇是一個很專業的演員 每一次都是很正經的看待一個角色 因為我真是賦予他的生命 那蘇啊 這次也是跟師弟一起演 第一次對戲 或者排戲的時間 你對於他有什麼感覺? 怕他 好,今天請來的兩位嘉賓 都是來自明天10月27日正式公拍的 一部電影《正義回廊》裡的兩位主角 包括蘇玉華和麥佩東 你好… 好,這部電影 我們有幾位成員們都去看了視頻 其實就是我和阿清看了 是… 他們看完之後 一看到我們的麥佩東 立時就會有一句留言 我看到你很害怕 平時我們在直播室外面 我們看到嘉賓 我們會先打招呼 Hello… 走談兩句 今天我看到麥佩東的時候 你走不走前後呢? 我想了一想 那個猶豫 因為還未在那個角色當中抽離出來 我們先解釋一下 這部電影取材著2013年的一宗奇案 《大角咀相思奇案》 而蘇玉華在這部電影裡 飾演一個辯護律師 幫麥佩東辯護 麥佩東殺人的嫌疑犯 蘇玉華飾演的角色 是叫做大賭… 不是,是叫做尤家利的 那麥佩東就叫做唐文琪 先問你兩位 天恩和阿清 你看完之後有什麼感規 有什麼評論 評論就不敢說了 講一下感覺 因為本身看的時候 都大概知道這是真人真事 看的時候 其實老實說是相當沉重 因為在法庭戲比較多 但那個法庭戲 本身想著可能會有很多對白 當然這部電影都有 但因為導演的手法 穿插很多不同的畫面 令到你那個觀賞的感覺很好 即使在法庭戲裡面 都會看到大家很多感情 然後你就會看到蘇 幫麥佩東辯護 然後我就代入自己的陪審團 然後說麥佩東 究竟你究竟是不是真的 會有很多這些想法 就是因為這件事是一宗懸案的關係 當中可能有超多的可能性 那宗案的真實是怎麼發生的 而導演或者在電影裡面 就將這些不同的可能性都告訴你 他每一個都呈現給你 他每一個是著重點 是這個答案的 他又沒有說得很實 的時候就令到你想 究竟唐文奇 即是佩東飾演的這個角色 是不是真的有做 有參與這宗相思謀殺案的呢 所以導演刻意讓觀眾都有思考的空間 自己找個答案給自己 這個很重要 阿蘇在自己的演藝生涯裡面都演過律師 沒有 沒有啊 這是第一次嗎 第一次 第一次才演 所以對於你來說也是一個新的挑戰 現場他們就說 行了 你家興就熟了 做個律師 我沒有做過 我下意識以為你做過 然後律師樓裡面的職員 對不起 沒做過 我對這個行業是零認識的 所以是很大的挑戰 那做這個角色 做這個辯護律師的時間 是不是都要自己做多些資料搜集 必須要 必須要 你不是只穿件衣服 戴個頭髮出來就算 真的請教那些專業的人士 他還不是一個大律師那麼簡單 他是一個資深大律師 資深大律師其實不是說你連資高的意思 而是你真是很聰明 而且很有戰績 亦都是給大法官要提名你出來才行 所以他真的一定要去到某個標準 大家平時看電視劇的時間 經常都會看到一些辯護律師的出現 其實很多法庭戲裡面的東西 跟真實的情況是很不同的 最簡單的 不會在一個角度周圍走來走去 在陣詞 所以有時候有些東西 真的要真實地呈現給觀眾看 因為香港的法庭是跟英式的 所以就沒有剛才你所說的 走來走去的 戲劇效果 如果是美式的角度room drama 就會有得走的 所以是不一樣的 即是規矩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但這次阿蘇譬如你飾演這個資深大律師 以麥東他為例 他真的可以找到一些真實的片段 去看那個人 但你就應該看不到 真實的那個律師是有什麼舉手 都看得到 即是你說片是沒有 但真的有這個原型的人物 即是你上網找到這位女士 是一位英國的女士 是一個很資深大律師 很聰明的一個人 亦都有新聞報道過他的 即是他打贏那單官司之後 他怎樣互送這個第二被告 唐文奇 其實他當時沒有罪了 當庭釋放 那一刻扶著 不是扶著 即是扶著他離開法院的那一刻 以及跟他說了幾句說話 即是你就見到他 他是什麼氣勢的 他是什麼狀態的 他是怎樣說話的 那種氣質是怎樣的 其實你都可以看到的 是 那另外 佩東就飾演這個殺人的嫌疑犯 唐文奇 當初我想問 導演找你去做這個電影的男主角那時候 你那時候一聽到這個故事 感覺是怎樣的 其實我很早 因為我認識阿倫 即是第一個男主角 是 這個張宣忠 是 那本身我跟他之前拍了《成奇小指》 嗯 還有我沒有台劇已經認識他 是 所以很多年是好朋友 然後 我在拍《成奇小指》的時候 我就說 聽到他拍這宗案 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看《奇案》 即是你本身都聽過這宗案件 這宗案件這麼經典 一定是有聽過 是 然後我就說 我知道啊 哎呀我想做啊 其實 然後我跟阿倫說 其實我也挺適合做他旁邊的肥仔 哈哈哈哈 已經想自折了 然後 不停來的嗎 不停來的 然後阿倫就說 即是楊愛倫 她說 我知道你啊 但是他們找了人 這樣 是呀 然後我就說 哎呀那沒辦法啦 這樣 然後就丟下了這件事 然後有一天 阿倫打電話給我 她說 喂 找了你了嗎 我問什麼啊 沒事了 這樣 他說什麼啊你說啊 什麼啊 你遲些會知道的了 這樣 然後就隔了一兩天 那個執行監製打電話給我 我有個角色想回來Casting 阿倫有沒有跟你說 這樣 然後我就立刻想起 那宗案件 是呀是呀是呀 你那兩天來Casting 這樣 但是兩天 我要準備了 基本上是你們看那個戲的 全部關於她的重要部分 哇 然後要背上去Casting 哇 背的意思是 脫劇本 不看劇本去做 對白 因為那個Casting的稿已經給了你了 給我的 就是那兩天給我 然後我就要背了 那裡我想都有六場戲 是 基本上跟尤家利法庭那場 跟孝哥那場 跟阿倫那些 跟阿頭那些 然後我就要立刻背 我很緊張 我很想做 然後我就說 糟了 然後到正式那天 阿倫都過來幫我 然後 就是阿倫幫忙的 即是她跟你一起對 是呀 本來不是的 本來我跟副導演對的 那我對著一下 然後我聽到阿倫跟導演說 其實她不是這樣的 她緊張的 她可以的 我認識她 我很熟悉她 就是進去都真的很緊張 一邊做的時候 真的很緊張 然後她就不行了 然後阿倫就出手幫我對戲 噢 那我感覺就馬上輕鬆了 定了 定了很多 但我想問一下 除了你之外 還有沒有第二個肥仔出現呢 即是去試這個角色 我聽聞是有的 噢 但是接著就 我試完戲了 然後跟監製用節關 又聊天 我也等了一個月 我才知道 是不是我的 噢 所以那個月裡面 其實你自己都患得患失 在那裡等著電話 是呀 等著電話 然後就 坐牧不安 過了一個星期 我就打給阿倫 我說 喂 其實現在怎樣的 是 好像 好像經理人一樣 其實我可以再演一次 可以再演一次 演得幾場都可以 然後我又再問一下 文澤鵬姐姐 喂 怎樣的 其實呢 這個戲這麼重要的角色 我想做一些study的劇本 用這些話 其實是不是的 但是他也忍了一點點 他說 可以的了 可以的了 我們正在處理的了 噢 但是我也不相信的 但是沒有的 就很失落 他也沒有一個答案 是啊 就是這樣來 阿東 會不會這個 第一次這麼主動 想很想很想去演的角色呢 其實 也是的 因為我看了那些 Casting的場 我覺得是真的很吸引 嗯 而且本身我是很 很迷那些奇案的人 所以我很想 還有呢 我在演藝學院讀書的時候 大家看到我的樣子 就是比較有趣一點 所以他們都會常常安排我 做喜劇的角色 噢 而且我畢竟入團 都是以喜鬧劇為主 舞台劇 所以我自己很想做一些 很嚴肅的劇 變態兇手 我很想試這方面 所以我就是很想做 噢 不是啊 當你開始做這些 就是做這麼多喜劇 然後要做一個變態殺手 那個 那個心理建構應該又會很不同的了 跟之前做喜劇 就是會沉重很多 可能拍攝那段時間的自己 應該都 暗很多 是不是 都會的 因為都 不過幸好阿倫 跟我們一起去聊個戲 是 慢慢我們一起 因為我們排戲之前 不是 我們拍之前 我們有一兩個月去排戲 是 就是我們真的坐下來去讀劇本 我記得阿蘇第一天圍讀 他拿了這麼大的 字典這麼厚 是 哪有啊 誇張了 真的有 誇張了 黑色的 什麼來的呢 那些資料 噢 這麼多劇 你記得 記得 那本東西不是我的 死不死 阿蘇 幫阿蘇 幫阿蘇 再一次證明阿蘇 是一個很專業的演員 每一次都是很正經的 看待一個角色 是 英文真是賦予她生命 是嗎 阿蘇 這次也是跟師弟一起演 是嗎 第一次對戲 或者排戲的時間 你對於她有什麼感覺 怕她 怕她 怕了她 律師都怕了她 不是說話 好 我們 譬如我和阿Jan的加入 已經是他們拍了一段時間 就是他們開頭拍的 就是他們兩兄弟 那些 家裡去玩 和父母 律師樓 或者兩個在那裡聊天 那些戲 就是他們兩個 那接著我們去 我想拍了十天左右 差不多 我們就加入 就拍法庭戲了 是 法庭戲是六天的 是 那很集中很集中 很多很多法庭戲 那我和阿墨東的接觸就是 當我知道是她的時候 其實我就馬上傳個WhatsApp給她 嗨 就是先聯絡 就是大家有一個接觸 大家有一個認識 大家有一種聯絡 就是我們是在一起的 那接著去到現場 譬如拍我們的場口 那我們當然會聊 會對 會說 大概你會怎樣演 我大概會怎樣演 我的理解是這樣 那接著大家去夾 因為很多戲要拍的 所以我們是 通常都是一剔過 或者一兩剔就完 是啊 是很緊湊很緊湊 所以是不容有失 因為 幹嘛要笑呢 為什麼 因為我和阿蘇拍過戲 是 但是我從沒有見過阿蘇對待一場戲 我聽說 她試過拍一場法庭的盤問戲 拍到差點是休克虛脫 你可想知道她用的力量是用多少 那場是 好像很誇張這樣說 但是其實當下真的是 因為就是去盤問 邵仲恆飾演的那個景象 你知道我是一邊逼她 一邊逼她 一邊踢塌她 你知道她又強橫的 所以那個是 你就知道 不可以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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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做得好 所以你就要給盡 出盡力去做 OK 拍完 OK 收貨 另外一個就是拍小仲恆 那當你對手做的時候 你沒有理由 對手做的 你都是給盡的 你給盡 讓她也有最好的效果 那你就又用盡力去做 不是在拍攝你 你也是用盡力去做 然後做完那個之後 我就已經強了 然後導演說 再來 我們要拍陪審團 再給我多一次 又要再做多一次給他們做完 然後… 但你已經坐下了 坐下了 然後我就叫自己起床 就打算做了 但我已經用不到力了 我就說對不起 我沒有力了 然後Jan在旁邊 她就憂憂的 拿了一條椒給我 你把褲袋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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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褲袋拿出來 拿一條椒給我 吃吧 然後我就說 謝謝你 謝謝你 吃一條椒 然後說 謝謝你 你救了我一命 有一點焦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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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堂也其次 焦氣 除了武力之外 阿蘇 如果因為法庭戲 律師 對白都很多 背對白 對白有沒有難度 對你來說 是跟舞台表演一樣 就是你得到這個機會 嗯 那就是說 你背後做的功夫 功夫就是 你要做好足 你要做很多功課 你要很滾家難熟 是 所以 那六日法庭就是這樣 哈哈 是不是三級片 都是第一次的 其實 這一套就是三級片 因為它都涉及真實的 文革案 我第一次聽這套 三級片 當然很理解 是血腥暴力的東西 不是 不是色情 是那些突然之 我拍一套三級片 哈哈 多了一個踢 三級片 踢了 嚇過 哈哈 大家認識 阿東 麥佩東當然是一個 舞台劇的演員 舞台能壽 現在這次轉了軌道 去做一個電影演員的時間 自己怎樣去調色 又或者這次通過 另一個所謂的表演媒介的時間 又給你什麼特色 因為我很記得第一次 第一日拍的時候 拍完之後 翁志光在旁邊 他又給我一些評論 和阿倫 他說 你舞台劇的人 講台詞很精準 已經設計好了 然後我們的動作很清晰 因為舞台有距離 如果我們做得不清晰 觀眾會收不到 他就說 你試一下把一句說話 在你覺得不應該的地方 你斬斷它 噢 令到不要太重點字眼一些說話 那你就會好些了 那我就真的試了 咦? 然後我們看回報告 然後真的會生活感重一點 而不是所謂 人家所謂的舞台劇 那種沒有了 就是我學到這件事 在第一日拍攝的時候 這個方式挺有趣的 我都沒試過 因為很可能我們講話的節奏 可能都有一個既定的一種感覺 或者像我們所說 我們讀一句句句子的時間 可能都會有一個既定的節奏在 反而如果這樣斬斷一下 它又可以有另一種感覺 因為他說 因為我們拍電影有咪咪的 就算還有字幕 就算你用氣聲 你說得好量 觀眾都會知道的 不同的舞台劇 舞台劇有很多都沒有字幕 一不清楚 觀眾會說你講什麼 但是電影就不會 除了台詞之外 那個表情處理 會不會都要有調整 因為舞台劇都要表情大一點 要放大 因為電影的鏡頭就這麼大 可能你做一點就已經很大 還有一看電影 嘩 這麼多大頭的 那時候我就肥一點 嘩 塞滿了銀幕 還要很肥膩 你的臉很油膩 但是你故意為了角色去增磅 對 因為我和阿倫拍人 神奇組 神奇組要減 運動員 是19年拍的年尾 拍完之後 去到人生最瘦的時候 150磅 哇 很瘦 150張 然後去到拍 20年拍《正義回郎》的時候 導演就說 你有多肥要得多肥 是 因為你網上看那個真實原型人物 他是 是原型的 真的是原型 原型人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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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想目測他至少 二百三 二百五十磅 似乎 大概 就是比較大型的身軀 是 好像米八 他比我更高 是 所以導演就說 要多肥就多肥 那我就真的拼命吃了 是 吃到去拍拍攝影機的時候 我想超過二百零 二百零幾 短時間 60磅不容易增 兩個月左右 任食對你來說爽不爽 當然是不爽 吃不下也要更生吃 長期是一有空就吃 所以我沒有停 嘴沒停過 是比減的 是呀 有時候增皮也很辛苦 但當你在網上看到原型人物 唐文奇的時候 他給了一個怎樣的感覺 你覺得應該要怎樣去演繹這個人 其實他只有兩個在網上看到的東西 有一張照片 最清楚的 他的手遮住口 只能看到他的上半部分 眼睛 鼻子 所以全貌是看不到的 還有另外一段影片 就是他無序釋放之後 他找了其中一個雜誌的媒體 去做專訪 是很少的 我的感覺就是 他的聲音是挺高音的 還有他很多手部的動作 去加強自己在說話 那我就用這件事去出發 去怎樣找個角色 就是我在想 因為很多人都有問我 就是你怎樣去飾演一個 智商低一點的人 那我就沒有刻意去找這件事 我反而就是看那條影片 我就覺得他好像一個小朋友 然後再看回劇本 其實他都是想拿一些關注度 所以我就用這方面去入手